第一关你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恭喜 我要去 你也成功入会了 亲爱的 所以现在呢 你的这个职位就升级了 刚开始呢 你只是算是一个 前台阶段的工作 对不对 你只需要人家入会 那接下来你要正式的开始 弘扬的职责了 你要介绍会员 介绍 对 你要把会员介绍出去 给这些要来找对象的朋友们 那我还是坐在这儿吗 当然呢 而且这次你的会员 是个重量级的 我跟你说介绍他 绝对没有问题 我是必须要把 这些人介绍出去 当然 而且听到这个会员的名字 你肯定能说 哇他呀 这简直这轮太简单了 谁呀 就是我 我要幸福 你也入会了 咱们先跟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说一下 好 可能观众朋友会说 哎呦 你们这婚介所 怎么来的人都是这样呢 这么奇怪呢 对 其实我跟大伙说呢 这个所有的人 都是我们安排的 这个临时演员 对 他是一个托 没错 但是啊 在我们跟这个婚介所的 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 他们还真跟我们说 这个社会人等 是各个色色 什么样的都有 还真就非常可能的 会遇到这种征婚者 对吧 对 我们看他们都是在演 但是作为李波尔呢 他要真实地去面对 这些各色人等 对吧 对 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是托 对啊 我真的以为是今天 安排了好多人 要过来跟我见面 然后必须要完成 这个一个又一个的任务嘛 所以就是 兵来将党呗 就是来了之后就得想办法 你这句话特别好 兵来将党 对 什么样的人来 我发现波尔他都能够把他应对过去 但是我觉得可能 因为刚才波尔遇到了这两个入会的人 太极致了 我觉得他刚才就申请这个入会的语言 有点夸张 有点夸张 是吧 接下来他就真正地要做红阳了 你说得太对了 因为刚开始吧 波尔说的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 对 对 一个戏一个 我就是在这 是 比如说 不是杜撰 应该就一想一个这样的对象 而且也有点在情境之外 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 没错 现在就具象了 有点具象了 要把小黑推销出去 那可难 你知道吗 是 你这要砸手里了 你这要砸 当时朋友说什么 当时我差点都不熟 小黑我跟他们不熟啊 很好很好 那好 我们看看啊 小黑到底能不能嫁得出去 到底嫁得怎么样 就全在 波尔 接下来的这个游说 接着往下看吧 好 好 朋友 准备得怎么样吗 好 宝贝还有一份我的资料啊 在那个 你旁边的椅子下面 把资料拿出来 你可以跟他 好好的推荐一下 好 来 请坐 请坐 坐这儿 爱干净 很奇怪 好奇怪 听说 我比较合适我的会员坐 今天过的 对对对 之前给你打个电话 对对对 嗯 来了 来了 你好 嗨 哥哥 哎呀 你看 还挺好的 哎 各位 来来来来 握个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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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 请坐吧 请坐吧 来 来 坐坐坐坐坐 好 好 我这不就有时机 我一天擦一下 你擦一下 你擦一下 我擦一下 你擦一下 就擦个消息 你擦一下 确实是出汗了 出汗了 我摸你的时候 我是很怕 你擦 这个 现在给你介绍 你是嫌我脏了吗 不是不是 然后那个 基本的卫生吧 基本的礼仪 呃 基本的礼仪 就是你看到别人要先 把手擦一下 其实因为卫生比较脏 是 是 是 一般